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制程提升不明显等因素 这款芯片的实际表现并不好 发热发烫 续航差 是iPhone 15 Pro用户普遍反应的问题 而在安卓阵营 最近几年的旗舰芯片表现反而都可圈可点 加上安卓厂商普遍对散热设计上先 出现了安卓旗舰性能表现比iPhone更稳的反常现象 日前苹果下一代A系列芯片 高通骁龙8 Gen4 联发科天机9400相机曝光 不出意外的话 它们都会在2024下半年相机登场 然后展开厮杀 最终的结果无论是苹果重回巅峰 还是高通年发科痛击苹果 与我们二人都将是手机行业内的一场好戏 在新田产品上 苹果的保密工作其实一直做得还不错 关于下一代A系列芯片A18 Pro 目前相关的爆料信息还不算多 日前推特上一名爆料博主称 苹果A18 Pro的Deekbench 6跑分大概是单核3500多核8200 作为对比搭载A17 Pro的iPhone 15 Pro 在Deekbench 6中的一个跑分案例为单核2906多核7231 如果以此来计算的话 A18 Pro的单核性能提升了20% 多核性能提升了13.4% 另外工艺制程方面 产业链渠道带来的消息是 苹果之后会采用良率更高的N31工艺 相比A17 Pro用的N3B成本更低 晶体管密度也更低 苹果还会在新一代iPhone中加入实木系散热 以改善iPhone 15 Pro上遇到的发热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四款新机配备的芯片的代号都是Tetiti 从iPhone 14系列开始 苹果就在基础款和Pro款机型上 采用相差一代的不同芯片 以拉大产品之间的配置区隔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 Tetiti指的是A18系列芯片 具体包括A18和A18 Pro两个型号 如果跑分爆料属实的话 苹果A18 Pro上的策略仍然是狂堆单核性能 这一直是A系列芯片的传统 骁龙8Gen4的跑分成绩也曝光了 近日海外爆料博主给出的消息显示 他在Geekbench 6中的成绩尾单核2845 多核10628 更早些时候 另一位博主TechRive透露 骁龙8Gen4在Geekbench 6的得分 尾单核2800家 多核1万家 而他集成的GPU Adreno 830 性能甚至比苹果MR还强 以这项成绩来对比的话 骁龙8Gen4的单核性能相比A18 Pro有差距 但多核性能领先不少 GPU性能也非常强劲 另外 关于骁龙8Gen4的爆料 还包括它已会采用台积电的N31工艺 这样一来 和苹果芯片的工艺差距也就抹平了 同时 骁龙8Gen4还会另起炉灶配置自研的Nuvia架构 而不是ARM工版架构 这意味着这款旗舰芯片上 可能会有更多高通的技术成果 联发科的下一代旗舰芯片天机9400 也有了消息 而且是官方自报的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在一场活动中表示 今年将推出天机9400 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 将超越9300 再创高峰 从他的发言来看 下一代旗舰芯片名称 基本可以确定为天机9400 采用3纳米制程板上钉钉 苹果 高通 联发科的下一代旗舰芯 在工艺制程上来到了同一起炮线 另外 工商时报还结合相关的采访内容 整理出了天机9400的参数规格 具体来说 天机9400将继续采用8核心 具体为1颗X5 3颗X4 5颗A720 天机9400的主要变化 就是增加了1颗X5架构的超大核心 这样来看 继续采用ARM公布架构的天机9300 会和笑龙8Gen4有更大的区别 就已有的爆料来看 相比高通 联发科的新芯片 苹果A18 Pro的主要优势 仍然是继续增强的单核性能 但多核性能大概率落后 GPU方面 目前还没有详细消息 无法直接对比和判断 但在A17 Pro上 苹果GPU性能部分场景下 已经落后于对手了 而在AI方面 苹果的芯片的动作和布局 更是要比高通 联发科慢了半拍 今年年初的三星S24系列发布会上 AI成为贯穿史中的核心话题 三星将AI特性渗透到 手机日常使用的多个场景中 能在笔记 图库 翻译等多个APP中 起到效率和体验提升的作用 相比之下 苹果表现出的对AI的态度 则更加冷淡 无论是发布会还是财报电话会 苹果提及AI的频率都不高 不过 苹果的AI研究项目一直在推荐 芯片的AI含量也不低 以A17 Pro来说 它集成的神经网络引擎拥有16个核心 运算能力接近每秒35万一次 苹果的AI技术也应用到了很多使用场景中 比如摄像头在拍摄时 更精准地识别人像或宠物 电话通话时更好地识别出背景噪音 并予以消除 但整体来说 苹果手机端的AI技术推荐 仍是遵循着暗部久般 相对传统的模式 它们更多是对已有功能的优化和增强 而非全新功能的产生 高通 联发科以及头部手机厂商们在大力推进的生成式AI 苹果方面则还看不到什么动作 不出意外的话 骁龙8Gen4和天机9400 都会进一步增强端侧生成式AI的能力 除了在硬件上提供强劲的算力外 还会从底层技术上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甚至直接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可以发现 在AI技术的应用上 苹果仍然在按照自己的技术路线前进 但显然还没意识到生成式AI的能力和前景 至少在这一方面 苹果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 智能手机发展早期 衡量一款手机芯片实力的核心指标是CPU和GPU性能 前者决定了手机日常使用的流畅度 后者决定了手机游戏场景下的表现 但在2024年的今天 情况已然不同 CPU和GPU仍然是旗舰手机芯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却不再是手机整体使用体验的瓶颈 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高负载游戏场景 近几年的旗舰芯片都能轻松搞定 对很多用户而言 最新款旗舰手机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性能过程 相比之下 手机芯片周边配置的重要性 在逐渐增加 比如 手机SOC集成的AI计算单元 它的算力强弱 直接决定了手机端侧AI能力的上限 基带芯片的性能和能效 和网络体验息息相关 ISP的能力则和影像强相关 当传统的CPU GPU性能不再是手机整体体验中的 短板时 其他配置就可能是 现在来看 苹果的自研基带迟迟未能出现 A系列芯片相比高通 联发科的产品短板明显 而在更能代表 未来手机发展趋势的生成式AI部署上 苹果也仍然落后 在很多人固有的认知里 把工艺升级和性能升级化等号 这个认知其实是错误的 工艺提升并不一定能够和性能提升直接化等号 芯片工艺升级最大的优势 在于可以通过提高每平方毫米的晶体管密度 以此来降低芯片面积 进而降低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 然而 随着芯片工艺的发展逐步迈入瓶颈期 其晶体管密度的提升幅度越来越小 结合台积电所发布的晶体管密度数据 10纳米到7纳米 晶体管密度提升了102% 而从7纳米到5纳米则锐减为70% 而到了3纳米时代则只有66%的提升 而且这66%还是乐观估计 根据目前行业普遍的预估 成熟版的台极点N31工艺 相比于N5工艺的密度提升只有50%左右 也就是说 相比于从10纳米到7纳米的密度提升幅度 5纳米到3纳米直接少了一半 因为此前可以在芯片核心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直接把晶体管数量翻一倍 而现在我只能翻0.5倍 这样一来 芯片厂商想要获得性能的提升 就只能依靠增加芯片的面积来实现 而芯片面积并不能无限提高 因为它的提升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 比如延迟提升 成本提升 功耗变高等等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于未来手机芯片的发展有什么见解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关注视频